我是不希望口水戰 我現在怎麼看他都是有很好的保姆 帶著老婆陳佩琪到澎湖 柯文哲還在開口三藍營 雖然藍白河破局 但接下來恐怕和朱立倫 侯友宜 馬英九前總統都要到法庭好好說明 因為十月十五號藍白河這一場協商 被獨派控告違反選罷法搓圓仔湯 四個人現在都列為選他自案被告 現在一定要為了這群選局炒新倫 第一個也沒成 第二個就算成了也不是抽湯圓 對不對 這都是爛術 這是浪費司法資源 馬伴及侯伴也先後發出聲明澄清 強調絕無不法 但當初藍白河破局 侯照 柯營各自登記後 還曾這樣說 六項協議都有效 只是在第三條 關於在民調的計算 有一點爭執以外 其他我還是原則上會遵守 如果說到了最後 只有我們有機會 那也歡迎民眾來合作 特別那個是可以推 雙方除了總統和副總統外 對立委和內閣還是公開喊話 加上柯文哲自己透露 如果他藍白河 單單那個欠那個就錯了 因為這個叫齊約會選 密會的這個內容 如何去做約定 柯文哲已經公開去做指控說是齊約會選 贏押分條款其實是十年 最重十年的重罪 說過的話會不會成為證據 有待檢調釐清 但柯文哲日前自曝 有前客開家兩億找他當副手 因為被告也進入分案中 藍白河最後不僅淪為鬧劇 還有許多案情需要釐清 三線新聞 陳寅祥 游桃 溫婉瑜